大家好,欢迎来到Revy的美食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只需要很少材料 就可以做到很鲜美的韩式牛尾汤的做法 我们准备1.5磅的牛尾骨 在清水中浸泡一个小时去掉血水 然后冷水下锅 焯水5分钟,焯去浮沫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下配菜 白萝卜大概0.75磅 洋葱一个 白萝卜切两半 把洋葱的头和尾去掉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切一根大葱 把葱切成葱花 我用的是这种韩式的大葱 这种葱用来配牛尾汤或者牛仔骨汤特别的合适 清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现在牛尾骨已经焯好水了 把牛尾骨捞出 然后放入清水中洗净 洗干净之后再放回锅中 然后放入白萝卜和洋葱 加入水 把水加到八分满 然后开大火 烧开之后 中大火先炖煮一个小时 一小时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汤汁已经稍微变得浓稠一些了 我们撇去上面浮油的脂肪 然后转中小火 继续炖煮一个小时 一小时之后 现在这个汤汁已经变白了 我们继续把浮油的脂肪撇去 然后把洋葱捞出 洋葱就不要了 之后把白萝卜捞出切片 然后把牛尾骨也盛出 我们把白萝卜切成半厘米左右的厚片 然后准备一个石锅 在锅底先铺上一层葱花 然后放入切好的白萝卜 之后把牛尾骨也放进来 然后再加入几勺炖牛尾骨的汤 这个汤特别漂亮 奶白奶白的 在上面再撒上一层葱花 然后开火把它烧开 烧开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在汤中加入半小勺的盐 然后再加入一些黑胡椒粉 配上一碗米饭 牛尾汤通常的吃法都是把米饭泡在汤里来吃 这个汤特别的鲜美 我们来尝一口 嗯,好好吃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